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恐怖电台 F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我是杨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 McGross的《何苦去旅行》 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 非常的奇怪 叫The Turk Who Loved Apples 它的英文的副标题叫做 And Other Tales of Losing My Way Around the World 一个旅行专栏的作家 McGross 他写的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 跟他在纽约时报的 旅行专栏上面的文章不太一样 因为他要用一种更诚实 更坦白的方式 在书里面告诉你 旅行不是我们以为 或者是一部分的书跟杂志 所描述的某一种 开心不费力的活动 旅行它的最重要 让你身体不轻松 让你荷包不轻松 让你灵魂不轻松 有一些旅行 可以让人心情放松 但是即使是这样旅行 光是基本的行前的准备 你要浏览一个又一个的网站 你要搞清楚 繁复的海关安检流程 还有根本无法掌握的天气等等 就足以让你在出发之前 血压飙高 没有错 经验跟资讯 能帮助你减少压力 但不可能消除压力 所以作为一个旅行者 虽然他去过了超过60个国家 他过去20年当中 几乎随时都在旅行 可是旅行对他来说 都还是从来没有消除过压力的一件 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 因此这本书 它的目的跟一般的观光指南 或者是鼓励你去旅行的书 非常非常不一样 甚至读这本书 有些时候 你觉得一方面他在嘲笑 我们自以为 作为观光客去过很多地方的人 他在告诉你说 你确定你有旅行过吗 你确定你所从事的这种活动 跟我相比叫做旅行吗 当然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也就越来越怀疑 这样一本旅行书 它是不是在叫我们说 不要去旅行呢 是啊 何苦去旅行 这么困难 这么多的挑战 你干嘛还要去旅行呢 不过当然这不是 麦克罗斯他真正的用意 在他为繁体中文版 所写的序言里面 他有这么样一段话 他说每一次压力 每一次难关 都有好的一面 都带来奖赏 这也正是 为什么我选择面对一切 面对寂寞 让我学会交朋友 旅途当中生了一场大病 让我学会让自己保持健康 以及不要乱吃东西 面对有限的预算 让我发现旅行好玩与否 根本与昂贵无关 每一次糟糕的经验 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 更坚强的旅行者 更对所拥有的一切感恩 更能自在地享受 我们这庞大复杂的世界 欣赏这世界原本的样貌 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样貌 所以这本书 关键的地方 就在于想要揭破 我们很多旅行的书 观光的书 观光指南 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 是我们所期待的样貌 是作为一个观光客 去到一个异地 我们想要看到的 但那不会是这个世界 那个异地 真实原本的样貌 真实原本的样貌 你非得要经历 许许多多的挑战 然后克服了这些挑战 你才能够得到的 包括他在刚刚那段话里面 所讲到的各种不同的挑战 因为克服了这个挑战 或忍受这些压力 你才能够得到 像是面对寂寞 让我学会交朋友 在书里面 他的第三章就讲到了 你到底在旅程当中 是寂寞独行 还是热情交友 一个人去旅行 很大一部分 当然很寂寞 但是正因为寂寞 你才有机会在当地 交到朋友 在这一章当中 他就特别有这么一段 看他在旅程当中 让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莫名其妙的朋友 他在South Panda Island 森林步道 沿途呢 他看到了一处处粉红带子的莓果 他就问旁边的一个当地的人 这个人呢 叫做Casadi Buchanan 他问他说 这件能吃吗 Casadi告诉他说 当然能吃 他就是South Panda Island 这个本地人 到这个时候呢 McRose认识他大约一个小时 这个Casadi拔下了几粒莓果 放进到嘴里 他就跟着做 果子有点甜 有点酸 蛮好吃的 所以呢 接下来他就跟我们解释 他是在Bomo Marine Park 发现了Casadi 那是一个隐蔽的滨海的营地 去那里呢 必须要靠船 船比较容易 或者你如果靠着两条腿 你要穿越森林 穿越森林 要走超过三公里的路 这个时候Casadi呢 坐在野餐桌前 吸着手卷 自己卷的香烟 他的狗 混种的德国牧羊犬 在吃盘子里的食物 我扛着一台 架在三角架上的相机 引起了Casadi的注意 所以我们就开始交谈 很快就建立了友谊 Casadi35岁 穿着褪色的牛仔裤 和印着Wiki 音乐剧字样的黑色T恤 戴着软帕帕的丛林帽 还有全罩式的墨镜 他的山羊虎非常的浓密 浓眉中央 拱起如万月 这是McRose 他的另外一个本事 可以用非常非常简短的文字 经过了他的准确的描述 就在我们阅读的想象当中 好像就看到了这个人 Casadi呢 到了本土 也就是离开了岛 到本土工作九年 然后呢最近才带着他的狗 沉橡皮艇回到了岛上 这是他家族 世代居住的地方 然后Casadi告诉McRose 他说 我的家人正要把 那条路尽头的房子卖掉 所以我只是到处露营 想要快活的过日子 这里很舒服 在城里住了那么久 看了那么多 城市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 McRose了解 Casadi的意思 因为Panda Island 跟其他海湾群岛 那时风景绝美 人烟稀少的边疆 充满了树和岩石 和海水和阳光 加上一点点的文明 所以呢 他可以想象 如果永远 待在这个世外桃源 永远不要搬回都市 不过Casadi 对于这个岛的认识跟理解 却是有着 他自己的perspective 因为他就告诉McRose说 现在这个岛已经完蛋了 20年前 那才真的叫做偏僻的岛 现在已经变成了 一个观光客的陷阱 他只是人们看到它的时候 就会哇呀哇呀 这样的尖叫 因为用这种方式认识 这个Casadi 有一种偏执狂 跟吹牛的倾向 他跟McRose说 他是个园艺家 他有匈牙利的血统 是匈牙利王子 是James Buchanan 这是担任过美国总统 他是James Buchanan的后裔 但是McRose要特别著名 因为Buchanan总统 终身未婚 照道理讲 不会有后裔 然后而且他宣称 他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拍过照 另外痛骂Panda Island的 当局政府 把这里变成了鸭皮 这些鸭皮 吃喝拉撒碎的地方 完全不顾 像他这样的本地人 这是他的岛 岛上的路是他开的 这个岛 以无形的方式属于他 他在每一句话的最后 都会冷恨一声 在McRose专注的聆听 不在乎 卡萨迪 他所说的事情 到底是真是假 也假装不在乎 卡萨迪在假话的过程当中 几乎喝掉了一瓶 威士忌 因为搭着渡轮 过来的时候 他曾经听说 在岛上 当晚有一个重要的party 所以他就要 卡萨迪一起去 在去的过程当中 离开了营地 在黑暗当中 开始沿着岛上 光滑平整的干道 走到party所在的地方 卡萨迪说他认识 那个party的主人 不过 McRose还蛮担心的 他真的跟 这个party的主人 有交情吗 我们会不会因此而 陷入到一个 更尴尬的局面 不过 尴尬的局面 提早来了 走到半路 他的背后呢 就出现了亮光 亮光突然变成了 红色和蓝色的闪光 原来呢 是一辆警察的巡逻车 高大金发 怡荣整齐的警察下车 跟他们要身份证 卡萨迪身上 没有任何的证件 警察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的 然后卡萨迪很骄傲的说 我就从这里来的 这个路是我开的 我倒要问你是 从哪里来的 哈 警察没有理会 卡萨迪的问题 就只是跟他讲说 你东摇西晃 在路上乱走一气 因为卡萨迪当时 真的喝醉了 根本走路 都没办法走成直线 所以警察就问说 你们两个喝酒了 有趣的是卡萨迪的回答 卡萨迪说 没有 这个口气呢 像是还被警察羞辱了 卡萨迪接着呢 就转头看 McGross 用眼神呢 恳求他的支援 他看起来很惊慌 这个时候 McGross不能说话 可是他也不想 告发卡萨迪 所以他就说 我晚餐 喝了一点红酒 警察就问说 那你又是谁 你在这里做什么 McGross呢 给了他一个 简短的解释 他在这里度假啦 跳到旅行啦 露营 但是呢 当然绝口不提 New York Times 因为他其实是 纽约时报 为了写专栏 把他派去到那里去的 所以警察很快的 就愿意让他走 然后呢 把他的身份证件 还给他 叫他靠着路边走 但是这个时候 McGross 突然有了一个 非常非常奇特的意气 他说 如果你们不让他走 我就不走 指的是卡莎迪 卡莎迪是个包袱 可是他不能 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把他当作包袱给扔了 所以即使表示 你必须要跟他一起被捕 他都必须要做这件事 他就说 没有我的朋友 我就不走 警察就说随便你 于是呢 命令他站在那里 站在车子的前方 车头大灯 直射着 McGross的力 然后他们就把卡莎迪 带到车子的后方 他什么都看不到 也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McGross 他想象最坏最坏的情况 卡莎迪被关起来 卡莎迪被痛扁 他在离开了家乡九年之后 他回到家乡 毁于一旦 只因为碰巧遇到了 McGross 一个用录影机魅惑他人 自毁虔诚的家伙 有片刻 我但愿这一切不成发生 我可以继续走我的路 做一个既不寻求 也不需要有伴的独行侠 但我知道那是幻想 这就是McGross 他的书的写法 这是一种关于到异地的 特殊经验的散文 而不是我一般认知的 旅行文学 在那里 一个人会遇到当地的朋友 或者逼着你去思考 什么叫做朋友 什么叫做朋友 所带来的包袱 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再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梁文英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 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是 麦克罗斯所写的 喝苦去旅行 这本书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旅行书 早安财经文化公司 刚刚出版这本书的 中文翻译本 麦克罗斯他用这种方式 形容描述他自己 他说 几乎自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用爱吃来界定我自己 这个嗜好是逐渐养成的 小时候父母就很在乎 我们要吃得好 不光是全家人为座 吃自家烧的晚餐 而是真正的烹饪野心 1980年代初 我母亲自己揉面 用美丽的意大利瓷 不锈钢切面及切层面条 挂在食品厨厂时晾干 我父亲 虽不是我们家 最常下厨的人 也能指望他一年一度制造 制作甜满 乳酪和香肠肉的 意大利千层面 Nazalia 我会第二天早上 吃冷的当做我的早餐 印度 中国 泰国 墨西哥 这些我们都出去吃 而且呢 我们经常外出用餐 而且他不只爱吃 而且非常会吃 他说 我与食物的第一次 更深层接触 发生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 上加时刻 学切 煮 烤 并赢得 叫麦特 吸尘器的 小小的名称 因为我有 吸尘器一般 让食物消失的能力 在高中 巨无霸 火腿 烤牛肉 香肠 瑞士 起司 三明治 午餐 引起我的朋友注意 而我装在 褐色玻璃当中的 豪华 麦跟沙士 还引起了校方注意 当时我不是有意炫耀 我的口味 那只是我们 格罗斯加的 饮食的方法 虽然我开始明白 不是人人跟我一样 热爱美食 有一天晚上 朋友来我家过夜 对我从冰箱 挖出来的咖喱牛肉丸 不屑一顾 我大惑不解 他们怎么可能 不喜欢这玩意 因为作为一个 喜欢美食 爱吃的人 等到他后来 变成了旅行者 他的旅行 当然就跟吃 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在何苦去旅行 作为一本旅行书 这本书的第二章 专门是讲吃的 但是这本书 跟一般的旅行书 会告诉你在世界 各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吃了多少 了不起的好吃的 或者是特别的东西 还是仍然不太一样 首先他先告诉我们 在他年轻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趟 最主要的一趟旅程 是他莫名其妙 在大学毕业了之后 去到了越南 去到了胡志明市 也就是之前的西贡 他告诉所有的人 搬到越南 是为了越南的料理 烤肉 惊人的香料 还有清脆的蔬菜 另外 for就是粉 香喷喷的牛肉和粉 那是越南的国菜 他喜欢越南菜 可是他喜欢越南菜 接下来他写的 不单纯只是 他在越南 吃了哪一些好吃的菜 好吃的东西 当然他讲 例如说 他讲的非常特别的 一种东西 是烤甘蔗蚝 这个烤甘蔗蚝 是从烤甘蔗虾变化而来的 我们在许多越南店 可以吃得到烤甘蔗虾 可是呢 烤甘蔗虾是把虾肉剁成泥呢 裹着甘蔗 在炭火上烤 我们很多人都吃过 甘蔗蚂鱼呢 则是用淡水的蚂鱼代替虾 用一根葱 把蚂鱼绑在甘蔗上 打个蝴蝶结 蚂鱼 风鱼多油 表皮被炭火烤成了焦糖 充满了蒜头 鱼露和甘蔗的天然甜味 一口咬下 甘蔗喷出糖汁 带了些许的蚂鱼的浮油 让McGross立刻就爱上了他 这个的确 写的让我们都会觉得 好想去吃一下 这个甘蔗烤鰂鱼 不过接下来 他要写的就不完全是 在越南在西贡 可以吃到一些 什么样好的东西 开始讲的一个是 到底我们如何接近 或我们如何接触 异果的食物 简单一件事情 这恐怕也对于 大部分台湾吃 越南菜的人 都不太了解的一件事情 他说 我午餐吃盒粉 通常呢 去著名的盒粉 盒季盒粉店 吃一碗 加几根小而甜的香蕉 当做我的甜点 但是呢 当我告诉我 英文班上的学生 他们会用疑惑的方式 疑惑的眼神 看着我 因为对他们来说 盒粉是早餐 不是一天当中的 主要的餐食 他说 我会抗议 指出 很多越南人 我去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在合计吃午餐 然后我的学生会让步 他们会说 当然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吃 你想吃的任何越南食物 没问题 但显然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问题的根源 来自于美国的越南餐厅 其实是到处的越南餐厅 都是把各式各样的食物 汤不浪当一起端上来 可是在越南 人们不是这样吃东西的 餐馆呢 通常就是做一道菜 或做一组菜 卖盒粉的 只卖盒粉 不卖其他的汤面 另外有一些店 专门呢 就只卖春卷 也有一些店 专门只卖蟹肉 所以虽然他那么爱吃 可是在越南 到了用餐时候 他仍然不知如何是好 以至于常常呢 就反而跑去 背包客跟观光客区的 外国餐厅吃饭 这些馆子里面 卖的就不是越南菜 为了越南菜 跑到西贡去 但是最后你会跑到 不卖越南菜的地方 去吃意大利菜 去吃日本料理 去吃法国式的 鹅干酱 红酒 和洋葱汤 然后接下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就讲了 旅行当中 一般观光书里面 不会跟你说的 旅行的代价 或旅行的挑战 他就说 我的肠胃 在我抵达越南几天后 在参观 古之地道 途中开始造反 古之地道是 越南时期 越共游击队 常立的地方 去城花了45分钟 坐在摩托车后座 起初我误以为 我肠子的咕噜咕噜声 是被城外 凹凸不平的道路震出来的 但当我抵达 开始笨手笨脚的 爬地道 如同其他任何 手脚不灵活的西方人 我就知道 有些事情不对劲了 全凭坚忍不拔的 扩约级的力量 我才能够勉强前进 我看到了地下医院 和地下食堂 并对人类层 花这么多时间 待在地下 那是越共 当时要必须躲在地下 很大一部分 为了避免美国的空袭 所以他看到了 像是在地球的肠子里 所过的这种生活 感到十分的压抑 他们在地下吃饭 睡觉 密谋战略 躲避轰炸 布置陷阱 我记得 甚至在地下看电影 直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他们才从地下 鱼灌而出 集体进入阳光 在我的想象里 那一定是通体舒畅的解放 回程呢 我改搭计程车 不搭摩托车了 但回家 上完厕所还不够 接连几天 我腹部脚痛 我不停地打嗝 我拉肚子 唉 只说我有腹泻问题就够了 受够了 透过英文报纸 找到了一个荷兰籍的医生 他立刻诊断出 我的毛病 得了是什么呢 得了是叫做 离形边毛虫症 哇 这对我们 大部分的人 都很陌生 他要接下来 跟我们解释 什么是离形边毛虫症 在离开美国之前 Gross曾采取一些 大家都会做的 健康预防措施 打伤寒 A肝 日本脑炎的预防针 甚至呢 他还开始服 涅瓶 Larian 一种抗涅疾的药 但这些措施呢 都没有一件 能够预防 让他在西贡 第一碗吃的 鲜虾咖喱 或每天吃的 河粉 或者是在街角 小巧玲珑的 泰国餐馆吃的 碎猪肉煎蛋饼 或者是刷牙用的 自来水 或者是啤酒里的 大冰块 透过这些管道 任何一项 都有可能 在他的肠子里 就安置了 这叫做 离形边毛虫的一种 原生寄生虫 这种单细胞的原虫 是地球上 最原始的有机体之一 寄居在人类看 动物的肠道 并经由 遭排泄物污染的水 从一个宿主 传到另一个宿主 在显微镜底下 这个有边毛的生物 像是长了五条腿 披着斗篷的屁股 对我来说 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是发病了 因为依照 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的统计 离形边毛虫的症状 需要一到两周 才会出现 但我不管CDC怎么说 基本上 他快速的就发病了 因而他就接下来联系到 在第三世界国家旅行的人 最爱讨论的话题 莫过于肠胃 这个话题在肮脏的小酒馆 可以打破沉默 让陌生人 争先恐后的发言 这是旅行的现实面 他的旅行的现实面 跟美食相关的 除了离形 边毛虫正之外 他后来又讲到了 甚至在德国 在德国的Hartes Mountain 在Hartes Mountain 他不过就是 栽了路上这些野莓吃 一个一个黑莓 或者是覆盆莓 竟然就被威胁 发现 他有可能得到 另外一种叫做 狐狸条虫 可怕的寄生虫 这都是旅行当中 你有可能 必须要冒的危险 这些危险 是旅行其中的一部分 至少对于 像Megros这样的人来说 正因为他有这么丰富的 旅行的经验 所以他所看到的旅行 借由他的散文之笔 写在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跟我一般对于旅行的 理解跟想象 如此不同 任何喜欢旅行 或者是害怕旅行的人 因而都应该来看一下 这位台湾女婿 Megros 他用英文所写的这本书 中文翻译本 刚刚由早安财经文化出版 书名就叫做 喝苦去旅行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二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